嗨嗨 我是Josh 今天熱天跟中心的比賽 顏鴻君一個把球棒踢到壘纖上的動作 引發球迷討論 我也有在FB上轉貼這個影片 然後被踢到TT上竟然還爆紋 還被說 喔 又來蹭流量了 沒有啦 怎麼會是蹭流量 在FB上面轉貼 又沒有錢 要蹭流量的話 當然是要做個影片來解說一下 所以呢 就有了現在這支影片 這球是黃維勝 在Mannet的時候打出一支帶有兩分打點的安打 但是因為他的球棒剛好丟在本壘附近 有可能會影響到捕手借回傳球 所以顏鴻君就用腳把球棒踢開 可是因為踢得不遠 球棒剛好停在跑壘線上 可能會讓下一個跑者踩到受傷 所以先回來得分的陳文傑 趕快回頭把球棒撿起來 那這個play有幾個點要討論啊 首先是顏鴻君 他想把球棒移開是合情合理的 因為就是有可能影響到他借回傳球 可是比較好的做法是在時間允許下 用手撿起來往旁邊扔 這樣才能確保丟得夠遠 用腳踢就容易像這支這樣 踢不夠遠 有可能影響到跑者 球穿偏一點也還是有可能影響到自己接球 那陳文傑也還有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 因為他是第一個回來的跑者 時間很充裕 球棒也就在他腳邊 他第一時間是可以順手撿的 這也是為了保護他後面的隊友嘛 因為從影片可以看到 陳文傑一踩過本壘馬上就回頭 所以他不是發現顏鴻君把球棒踢過去才有撿 而是一開始就想撿 這樣的話 在他從三壘跑回來的時候順手撿比較好 因為他後來這樣臨時回頭撿球棒 雖然是為了避免隊友受傷 但是也有可能反而跟第二個回來的隊友相撞 造成另外的受傷風險 陳文傑撿完球棒後 主神有跟他講了一些話 有可能就是講 他這個回頭撿的動作會有危險 再來就是黃維勝 雖然過去我們很少聽到有人在檢討 打著揮完棒之後球棒要丟哪裡啦 但是從這兩天的比賽可以看到 黃維勝真的常丟在三壘邊線偏界內區這邊 假如今天是三壘有跑者 他打一個內野滾地球 形成本壘攻防戰 這個時候 就沒人有時間幫他移開球棒 那他的球棒 就很容易造成跑者或是捕手的受傷 所以如果他能夠微調一下 丟棒的習慣動作的話 也算是在保護自己的隊友啦 好啦 陣流量完畢 那じゃあ 拜拜